大家好 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国战 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录像啊 先看第一局 主持人玩家的地角十二奇策 好名字啊 跟徐妞有一腿吧 四五区的玩家感觉他录像 这边选匠 都可以选吧 反正这个大哥三弟 珠联碧盒看起来这个更潇洒一点 当然选虚晃曹人也可以 这个徐晃的单挑能力团战能力都还可以 而且有舅舅逼大卫是不是 然而我说了这么多 他还是选了大哥三弟 这个是有信仰的 大哥三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看一下这局比赛 就这边挂装备过 闪电过拆杀 大家打的时候啊 你要是想真的想认真玩 其实是可以计牌的 这边三号位扔了一张南蛮 疑似跳舞啊 你打的时候可以给他标一下 但并不一定就是说他是武 因为有的路人他就 想法不一样 你这样标一下嘛 就是说记着他曾经 没放过南蛮 做个标记 一会儿作为这个推论参考 是不是 好 这一只笔看一下 这凤竹出来准备搞一发 凤竹出来的原因 这个只有一个 就是因为他看见了藤甲 hold不住了 对不对 藤甲这么诱人 作为凤竹 是不是 作为这个献连环祭之人 反正有人躺枪了 找了一堆三雪的开始搞 搞三雪的倒是没什么问题 搞搞搞 搞出来个这个理点 理点这个出来肯定要报复 被搞了很不开心 之前被搞的时候也没有忘戏 怕这个卧龙继续搞 再搞死他 这边暂时先不要动 观察一下 局面并不明朗 对不对 那边那么多三雪不卖的 说不定他们出来就要搞理点 结果这个诸葛亮要出来凑热的 好吧 诸葛亮表示要凑热呢 看看丞相能有什么发挥吧 可就不好说了 顺一发下家 也顺不到咱们 要对理点一顿爆菜啊 青钢剑九杀 看有没有人捞他 咦 这边有人捞了 掉了个卫果 然后被鼠背伤了一下 再忘戏一波 结果忘戏出火攻 继续火攻 没火攻中 吃个桃子 台湾夫人补一波 补个 这边呢 156 不动 不动就很难说了 好 这边孙奔开始亮将 你这个体位就非常的奇怪啊 当然了 他可能是不太熟悉 主将机副将机 这个就有必要来看一下我的视频 学习一下主将机副将机 是不是 开个玩笑啊 痛苦吧 啊 这个诸葛亮这么生气 表示宰了孙奔啊 都不是杀了孙奔 是宰了孙奔啊 是孙奔 如这个 朱阳啊 要宰了他 多大丑啊 怎么不说宰了周瑜啊 这边这个疗神出来 搞一波蜀国 很正常 看看这195到底是什么情况 吃两个桃 连吃两个桃过了 OK 不管他 现在顾不上他 先剁这几个位 这边 能不能杀药离脸 非常的关键啊 结果疗神这手非常的骚啊 这各种桃子啊 不愧是疗神啊 对得起疗神的称号 就跟铁锁连一下 我觉得你铁锁连一下 不如重铸 找个什么乐什么的 那边张辽呢 三血都很大概率是卖血的啊 你再搞出个什么其他奇奇怪怪的 也不好 是不是 再杀一刀 完了 连动来了 AK来了 AK47 突突过去 能不能顶得住 这边选择放弃旁统 也不是说放弃旁统 旁统因为还有一条命 看看能不能杀过去 有点难吧 好 乐来了 真的来了 把旁统乐住 他觉得乐诸葛亮没什么意义 这边考虑再三决定没有出来 可以不出来 因为那边有一个疑似无故 还有个八号位都没动 得看看他们动向 以免蜀国被团灭 然后丞相再看看星星 看看月亮 丞相不厚道啊 带着这个刘备的老婆跑了 不出牌的 这边也不出杀 再看戏 肯定不是数啊 是别的也不好说 好 这边由于诸葛亮强势要宰了孙奔 孙奔就表示要弄死你啊 其实照常理来说卫国这个势大是不是 无数结盟需要 好 寻遇呢 这个张辽看那边 八号位也不出杀 偷了一发 偷就偷吧 我觉得你偷三号位呗 三号位反正三血不满 好 丞相被剁了 丞相和周瑜是一生之礼啊 这边看一下副教 铁了铁锁 OK 一生之礼 这个成了寄生亮和生鱼 好 这边195准备下刀了 反正你已经看过我了 我决定杀人灭口 该杀位了 是不是 是时候杀位了 乐住 这195好像无国啊 就刚才不动 突然之间就动了 是不是 爱兵如子胜乃可全 礼点真的挺厉害的 我觉得 这边呢 他肯定要去搞这个195了 没什么好说的 兵呢 他是兵不到别人 这边还继续忍 拆一下按钥 OK 拆了刀 也没问题 反正这个按钥不动 没动了 对不对 基本上世俗的概率非常低 拆了他的刀 结果他又挂出一把刀了 捅向了卫国 大桥 那你刚才拆 你就出来了呗 人家想出来就出来了吗 这边可以装一拨卫 也不是说装一拨卫吧 配合卫国搞一搞吴国 吴国有点势大了 讲道理 孙策的体位有点感人 让这个张辽寻语打打工 骚骚骚吴国 这吴国有点强啊 而且那边三号位还一四吴国 如果再出个吴国 有点问有有点弄不了了 好这边救了一下寻语 装一下卫 然后让卫国打打工 仇语恨的地狱中挣扎吧 好补出桃子来了 非常给力啊 确实非常的知强啊 看这个乐没有 好他看了三号位 还继续偷三号位 证明三号位就是吴了 不然这时候 他肯定偷周瑜下了 他偷三号位干啥 如果三号位不是吴 那轮子到偷三号位吧 对吧 那这样的话就是三个吴了 195你其实也没什么藏的了 你一个张辽的偷 已经就是明确告诉你是吴了 当然你可以去藏 骗骗庞捅啥的 对不对 万一庞捅看不出来呢 这边被乐了 也就没什么好处了 再忍一发 香香呢 也没有那么多乐 哪有那么多乐 还能继续再把所有人乐住 我不信 这边还是要救寻语的 因为你已经判断出三号位是吴了 种种迹象 所以要让荀玉去搞这个吴国 不然很可能打不过这个吴了 因为吴国三军武将一般都挺厉害的 你就说出来个什么鲁肃啊 鲁迅啊 什么的 都很麻烦 或者二张啥的 就配合这个香香大桥 都是很麻烦的事 好 板剑仁德神迹啊 独生波尘 银乐之士出现了 鹿神匠 当然这鹿神匠配合香香就有点麻烦了 火攻 好 这个火攻有点酸爽啊 驱虎一波 好 不驱虎 直接火杀带飞了啊 这个手牌 这个手牌有点凶残啊 火攻加火杀正好能火攻中 还能杀中 好 直接李萌陆迅带走 幸好带走了 不然陆迅又刷一波牌 这个就尤为可知了 所以说就熊玉还是蛮好的 接刀不给 你杀香香 你给他这个刀啊 这个刀为什么不给呢 你家香香掉血死了 你们吴国还打个忙啊 就给他这个刀吗 他又不是 他又不是没有刀 好 凤雏摸到这只笔看了咱们 那更好了 那这更更有利于打了 好 旁总开始杀熊玉 我觉得你没必要去杀 吴国自然会去杀他 而且你这一杀容易暴露刘备 就是说你本来 不想动 突然又动了 再刹一刀 这香香被卡了 卡了弹头 出不来 陆迅早不亮 早知道他是吴国 加一马一直不拆 一直拆不出去 这香香非常的伤心啊 伤心欲绝 看一下 接下来就走 走势啊 没事 咱们还有珠联闭合 还是有机会的 李典还是厉害 真的李典还是厉害 这爆发 我觉得李典这个武将啊 不是一国的 还是得赶紧弄死他 不然有点麻烦 这边手牌非常的凶残 还被我们选择杀李典 然后孙策再打一波弓 行吧 连弩是肯定要拆的 当然孙策其实啊 他可以不打巡异 可以打刘备 当然他想收个人头 也正常 是不是 就是就算你把刘备 当成魏国 这个怎么着 也得减少个人头啊 要不然你打完天刘备 巡异不死 也没办法 是不是 减少人头 下回合要出来了 基本上该打的输出 也差不多了 这边李典也被冰了 我觉得再不出来 就有点麻烦了 好 这边 这边就不要出杀了 好 结果还有吸血狂魔 这太好了 吸一波血 酸爽啊 这边不要出杀了 下回合准备出来 一波清场了 还有桃子 但是吸了一波血 这个冰凉还是非常的关键啊 这样李典 这回合没有爆发 那这回合肯定要出来了 这没有什么理由 不出来了 直接给出去 放南蛮 然后开始搞起 我去 这你还敢忘信 作死吗 你拿脸弩杀别人的时候 你想想你忘信是什么感觉 那这时候人家张飞来杀你 你还来忘信 这不是送死吧 死路一条 烟人带死 灌石斧灌出去 在宜在牢 群立投降了 少年 许白奇 举得倒是挺快 看第二局 主持人玩家的 叫超人 曹仁 四五区的玩家 感谢他录像 可惜这里面没有曹仁啊 有曹仁可以选曹仁啊 原来呢 曹操点微 假许 双头都还可以选 都不错 看你喜欢胃 还是喜欢裙啊 我想点微曹操 这局呢 看看是个什么情况 这局呢 当然不是那种非典型 这个 卫国胜利啊 就是那种 大家常见的 卫国胜利 不是那种胜利 戒刀 戒刀不给 戒刀一号位 目标二号位啊 不拉仇恨 好 这边托管了 托管打的武器啊 说不定有杀的 完全就托管了 托管吧 好 火攻 这边火攻一下 是不是 亮个无限 表示我不是 想无限 所以你就别火攻 大家一死一死了 不要拉什么仇恨 是不是 淡定一点 完了 吕蒙出来蹲坑了 又得打他了 打吕蒙是件麻烦事 不打他 认他蹲坑 可还是不行的 看有没有人打他 这边没动 反正吕蒙蹲坑嘛 就那句话 该搞就搞搞 拆拆他一张 或者你不拆 就是你弃闪电 弃杀 留两杀 一无限 一拆 观察一轮也可以 就是观察一轮也是可以的 万一会儿 吕蒙挂个什么装备啥的拆拆 好 这边二哥亮将亮的莫名其妙啊 就你 你这个 你也不动 你这个亮将也没有手亮 你这个亮将是什么意图呢 我就不懂 这这纯属胡逼亮将啊 你这个亮将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边回合开始有技能 真计诸葛亮吗 直接杀一下吕蒙啊 OK 没有问题 该打吕蒙还是要打第一 在局面不明朗的情况下 那个吕蒙一直蹲坑 反正不是事 这边不杀吕蒙 反正 反正我打的时候 一般就不杀吕蒙 先给你标个五 看吕蒙都不杀 这还了得 当然如果一会全场都杀吕蒙 那可以考虑不杀吕蒙了 对不对 如果要是都没人动吕蒙 那就必须得杀吕蒙 这是情况而定吗 好 这边注农黄中 这个极奇怪怪的也出来了 强行这个搞吕蒙啊 重 这边还是 你肯定不能去弹层的去砍一刀 这个蜀国 那就没人打吕蒙了 开始打你了 肯定能杀过 当然可以流雷杀的 看看二哥 二哥掏出连弩 好 还好没杀 这个二哥就是比较冲动的人 因为曹 主视角根本没动 他估计就觉得 没杀他们 就一定是鼠了 没杀你们就一定是鼠吗 鼠国本来就弱 是不是 好 他冲动 觉得大鼠直接连弩掏出 突突下架 看到底能突突什么 好凤鼠岂能消亡 闪远了吧 你不要这么冲动 你想一想 就算他不 不是鼠国 他也没必要去着急杀你们两个鼠国菜刀啊 你们两个鼠国菜刀能翻出多大浪花 好 自以为这个 主视角是鼠 杀了个凤鼠 还是个连环月 连环月出来这个一顿搞一搞 好像也没搞出什么卵用来 结果还乐了一个张和 傻眼了 张和贝勒 移给了助容 这边助个量出来了 不是真机 那助个量 回合开始阶段 大家 我直播时候也经常有人问 什么回合开始阶段 老要说什么周瑜什么的 张聊什么 你分清楚回合开始阶段和摸牌阶段是两码事啊 两码事啊 国战指伏大小飞一路杀过去 九杀 要去了 有没有周太 母友吗 母友就飞了 起飞了 112看看能干什么 好 果然是吴国 其实我没杀吕蒙 一般上来不打吕蒙的 大概率是五 当然有的人他不想动 吕蒙这种 你知道你吕蒙孙权上来 蹲什么坑 被砍死了 报仇来了 公金 富仓导火 在所不辞 估计他们是不是 以为这个点为野了呢 不管怎么样 反正这回头要出来搞了 周瑜环盖搞完 咱们接着搞 这个决斗黄月英不好吗 黄月英三血 赶紧把黄月英打死 他是王道 这些祝容渣渣 打他何必呢 好 反正他喜欢打祝容 一顿胖揍 南蛮也就不放了 因为这边的鼠国 不怕南蛮的有点多 结果天渡了 天渡了 还有沙 这个百步穿羊 直接带飞啊 接下来就是两位对四鼠啊 当然这两位和咱们平常见过 那种两位不一样 咱们平常见的两位 是都是那种卖血的 什么司马国家逃劈什么的 这种就是两个四血 这个吉肉男对着四鼠 看看能不能翻盘 两条进攻 这个手牌非常的凶惨啊 有顺手把连弩撸过来 就是此一时比一时啊 你用连弩突突队队友的时候 这个心寒了吧 也要被反突突 这边黄月英发号施令 急火张合 你先考虑你们的问题吧 你们都快死了 还急火张合呢 少年 拆掉诸葛阳特有张牌 有可能是陶啊 因为祝容那张牌 远交进攻的牌 远交进攻牌 就是士陶的概率非常低了 那随机性 对不对 啊 真的是讨好 算你运气好 朱国亮表是偷看你牌了吗 这有啥偷看的 没得拆了呀 能拆啥 你你的牌是你之前关心流的牌 朱龙的牌是远交进攻的牌 那肯定拆你的呀 是不是 好 急火张合 张合不出来的夏侯敦搞一搞 他出来的夏侯敦就会酸爽了 是不是 好 月鹰没有出来是个好消息 哎 这边可以神速了 直接神术祝容 手里看来还有什么爆发牌啊 决斗 好的啊 看月鹰能不能裸摸到桃子啊 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裸摸桃子很难的 带飞 这两个肌肉男输出爆表啊 二刀 点位也基本上是二刀 一杀一强袭 那边也二刀 好 两上 两上 看他想干什么 这边拆上他拆呗 他就拆连弄 反正也没有那么多杀 接着我连一下 OK 没有杀 顺三手牌吧 没杀就强袭死他 伸手牌 防止是个酒 原来掉血就掉血 无所谓 这必须带走他 你万一他说是个酒 你顺他武器 万一说是个酒 就麻烦了 不好 火攻 拍下去 跑都吃了 闪电扔了 过 大战夫妻当 已经把四鼠绞成两鼠了 好 看看这边黄云英 这个黄云英基本月啊 不厉害 基本月就弱爆了 把八卦阵移走 赶紧集火 月鹰 集火死 月鹰 祝格亮不在话下 这边有点位 点位 啪啪啪 吃我一几 吃我一几 这各种吃几 九杀 少年 你想多了 少年 你想多了 九杀 看能不能带走 感觉有啥 再强袭一波 再给你 那看来月鹰 还有一次爆发的机会 摸了个桃子 无中生有完了 有点恐惧 无中生有这个要给他打诬陷的 因为这是月鹰的无中生有 这不需要打诬陷 而且你两个诬陷 这边 他把贴锁破了 吸了一扬杀 首先保证下一轮不断杀 其次 解了这个贴锁 防止对不对 防止你一会儿出来个闪 万一那员 诸葛阳来个九杀 更疼 九火杀更疼 连张和偷一下 杀一刀 赶紧击火月鹰了 月鹰死了 就好打了 看你能不能保得住了 白杨顺 好 这边咱们有杀了 就不吸了 杀一刀 这个不对的 这没必要连 为什么 你杀完 你要开桃园的 你连他干嘛 你这是收人头收到一个无限 要不然你的桃园 你就铁锁白连了 是不是 所以没必要连 看我三步之内 居如小命 可以把刀移给这个 取出了 我感觉还是有点着急 你这万一张黑关两张杀 把你给弄死 怎么办 先稳住啊 让张和给你一武器 你拿武器去强袭 这差点就死了 你要稳住 稳住啊 这边这些强袭 带走 吃我一敌 终究是天命难为 再看第三局 主持人玩家的力量汤饭 四五区玩家赶上录像 这边选孙权黄盖吧 四血孙权厉害很多 而且孙权黄盖的爆发力 简直超出你想象啊 当当当当 其实手牌不好 刷一下 这个手牌也不错了 刚才那个手牌非常赖 装备加南版 南版你也不能放 是不是 这边你就没什么好动的 扔牌过了 两杀两闪 防御力十足 少年有没有人量价 好 这边致以致比 看一下八号位 OK 没什么问题 网络选择量价 会不会发一波工资 好 随便瞎逼给了两张 他就随便瞎给了 给远位 反正对自己也没什么威胁 意思意思 从祖师讲是吴过来看 他就是瞎给的 对不对 他也没有给对 这边呢 没有人动 南版A出来 有恐龙还放南版A 不像吴啊 不管他是什么 暂且管不到他 轮不到他头上 那刀呢 他也没有戒 你要想戒 主要是就有人晾将 你戒刀不太好指 是不是 指个啥也不方便 搞得你好像群雄似的 本来就给了你一张牌 好 这边恐龙不给了 看你们都不动 都不帮我出力 好 邓爱 邓爱出现了 开万键的也不太像吴啊 因为之前开了个南蛮了 他有是吴 他万键还留手里四血 是不是 我去这也开 疯狂的输出啊 这你这 这你马 对不对 像比如说这个195 如果是吴国 不苦意了 你们要是吴国 这么放 看一下邓爱要怎么搞 邓爱真机 算个boss 要不要顺狮子 不是 你其实可以顺个狮子 保护一下自己吧 不然被 什么贴头连环 九果纱什么的 是不是 还挺疼的 这边的手牌 也没有必要动 你不要开无中闪 这边 这边四号位去 火攻八号位 然后乐入八号位 这就是魏 不然哪来这么大仇恨啊 果然越境直接亮将 不然哪来这么大仇恨啊 越境你 我觉得你没必要亮 你不亮 说不定恐龙看不出来 还不打你的 你个亮了就被打了 打理的195干什么 跟他叫一时之气 何必呢 你不亮 恐龙说不定看不出来 那你非要亮就亮吧 大战三百回合 给了174一张杀 想让174去干他 恐龙你也小 你想多了少年 而且你消他 没什么意义啊 就算他扔装备 他也可以给别人 好这边吃个桃 这只笔看一下七号位 看看到底是什么 搜寻一下线索目标 这边他也没出啥 当然他也杀不了越境 杀 灯爱 帮存田 没什么意义 没想到吧 偷恐龙和那边 丝毫也没问题 没六七 毕竟没动 你看看 是不是boss 当然这是人家的真机 我的真机就不行 士兵女士兵甲 女士兵甲真机 女士兵乙黄叶英 女士兵饼 这个孙上香 只有貂蝉不是女士兵 好这边开个玩笑 这边直接九三杀出个诸葛亮 当 诸葛亮把事偷偷的一笑 这个形式 没啥好动的 他把五中开了 他觉得一会儿灯爱 万一顺他被顺走就亏了 当然你这个气牌 就是从现在这种情况 你一个气火攻气杀不动 其实你就已经跳舞了 你不然对面有群 有鼠有你队友 你没有理由不动 这边杀位很可能是有队友的 因为没队友吧 他就可能可以看戏 顺个刀吗 捡一马 他不想打 他想让那个人去打 让那个人拿刀去砍 关错了 关错就关错吧 你肯定关错了 因为真机这边有尊田什么的 判断不对 被销 捡一马没了 恐龙独菜 好 结果就没关错 天度了 算你屌 火杀 这个藤甲酸手 吃好几记火杀 再就一发 但主要是看六七号位 六七号位 这个决定这个游戏走势 再消一下 他可能觉得自己快死了 给了189 行 这牌给18 只能给189 因为七六没动 好 六号位终于动了 感觉主视角是独苗了 基本上是独苗了 可以下回合可以单亮孙权了 装个孙权僵尸 打打酱油 或者压制压制暗将 对吧 压制压制暗将就可以了 你就亮了孙权 单压制压制暗将 装僵尸 他们也顾不上你 这边暗的肯定就是属群 对吧 你让他们属群都出来 让他们互私 这边灯爱真机 有的是目标打 就随便打 这些暗将 你就随便打了 怒搞三号位 反正他没有选择亮 没亮就没亮吧 反正你单亮个孙权 也无防大雅 不亮也 也到没什么 这边杀七号位也没什么 七号位也肯定不是五 知天意逆天难 知天意逆天难 我记得最开始六号位 是不是看过七号位 他也是不是一会儿 一会儿就只分晓 好 你看就打位啊 打上瘾了 就继续持续的再打 就不考虑暗将 你们不怕大群还是大鼠 反正孙权是肯定不会再去打这个谁了 孙权肯定不会再去打这个真机了 对不对 因为就他一读苗 好的 看完孙权这边乐主去晒得好 他俩不是一伙的 非常好啊 他俩不是一伙的 是个好消息啊 雨步 恐龙打 那这边就是鼠了 OK没什么问题啊 这边就是个鼠国 再看1890群还是鼠 反正群鼠注定一丝啊 咱们看看戏 藏个黄盖 随时出来爆一波 基本上就奠定游戏胜率了 你晾个孙权 对吧 藏个黄盖 别人以为你僵尸也不打你 黄盖的爆发力 加孙权非常猛 这边189 被邓安按着打 你 你也是没没话说 对不对 你之前打卫国那么卖力 现在被人按着打 是没话说 这边他可以选择量了 你独苗 对吧 你没什么藏的 能摔制衡制衡 找找牌 找找K牌 结果这边出来个董卓 有点烦 还好董卓配双凶 这个不能 不能同时发动了 杀一刀 他是想戳这个真机啊 他是为了戳真机啊 并不是说一定要杀孙权 出来 那边蜀国也要赶紧出来了 大家要搞一波了 慢慢 暂时咱们先打不到真机头上啊 群属还要解决 两个南蛮 我去 这个关星质量很高啊 二哥出来了 关羽带子 耳等受此 那屯田屯的也是非常的happy啊 董卓如果不死 一会儿要录了 有点麻烦 看看吕布练一个将是什么吧 顿顺了 拆个捡一码 好吧 捡一码啊 感觉可以不拆 可以给这个谁 给吕布 或者说给这个双熊 让他们去拆 当然有 当然拆了也就拆了吧 万一这个 对吧 万一这谁死了怎么办 这个 吕布死了怎么办 结果吕布亮出个话筒 把刀还给搅了 这就有点麻烦了 看看邓爱能不能打死董卓吧 估计很难 那边有话筒 有点烦 好一顿顺 全顺光 拔光光 九杀 少年你这杀不死的 你还不如直接杀话筒呢 把话筒压到一血多好 平均压血线对你 这个强大的魏国来说是好事啊 是我我就杀话筒 我不傻 让他撸呗 撸对你登岸没什么坏处 你扔扔桃子 撸撸吞吞填 你把话筒压到一血 甩爆一波 这边我终于忍不住出来 乐住他了 嘉义马也没挂 就是嘉义马现在也没什么用 他最好希望他能录走嘉义马 你要是挂嘉义马 他可能就不录嘉义马了 结果这边添堕了 我去 直接怒杀黄也硬 没事 还有这个诸葛亮 可以控制一下独菜 手牌也没什么 就杀一刀 酒杀一刀 酸爽一下 然后过了 找机会准备一波爆 藏个黄盖 其实早就可以这么打 因为你单两孙权 他们都会以为你是僵尸 这边又给一波盘 不然你就不能给他关点黑的吗 让他变成 让他去非洲旅游一下 不好吗 这黄盐也是弱爆了 和这个诸葛亮被独菜搞的天人勇格 夫妻不能相见 当然 诸葛亮的 黄盐英的体位表示 他已经跟二哥好了 抛弃诸葛亮了 谁让你带个梦获呢 长这么丑 是不是 好 砍一刀 救一下 再背歌 把盾给化妥 真的有点麻烦了 搞也搞不动 这化妥牌越来越多 鼓一发 越动 这边 这边可以杀一刀 不过也没什么用 其实 没有化妥肯定杀不死 如果独菜有牌的话 可就不要杀这刀了 不然背歌一下你 判个啥你都不爽 这边 这边我感觉 你可以苦到三血 保持三手牌 能无懈留一下 你这 又被撸了 很伤 不过也还行吧 其实 其实就算被撸 也没什么好牌了 又要强行杀黄远英了 黄远英这位置不好 他的位置处在中间 肯定被各种砍 诸葛亮赶紧关心一下 保护一下你老婆吧 你看二哥的手势 是不是 猪狗亮 九杀 少年 少年他怎么没有傻吗 撸了一发 你都不杀华佗 这好几个九杀都不拍华佗脸上 这是浪费 这关心了 关个乐 我去 三上 好吧 这个猪狗亮完全抛弃他老婆了 谁能挡我 还傻 赶紧闪吧 别人没人救你 要有桃也不就邓爱有桃 再哪一口 有点hold不住了 邓爱你打一波输出 黄盖就要苦了 黄盖就苦一波 爆发一波 好 给邓爱还要坑一下诸葛亮啊 远交进攻诸葛亮 收不掉 有话坨 没事 咱们爆发 咱们来收 看看摸什么牌啊 五中 先开了 有桃的话就苦啊 这么多桃子赶紧苦了 这万箭都来了 那就更得苦了 不苦对不起这牌啊 有桃子啊 他不想吃菜 我觉得你就 直接一波了 你看有南蛮 让诸葛亮吃菜不挺好的吗 帮南蛮 挺鞭吃我爸 这边直接过拆顺手啥的 把这个邓爱也搞搞 直接都一波带走了 这牌三顺 正好三张顺全摸到了 两黑两红 不是两黑一红 把他把灯爱顺光 刚才就直接应该先苦 苦完了 这就那么粗 不要先单杀一刀 双雄 没有意义的 你杀不死 那边有话坨 对不对 当时 那边放南蛮 你只会让吃菜 当然 其实这时候 吃不吃菜都没什么意义了 我觉得你就直接放外面 就就就好了 这时候你让他吃菜 等于让他收牌 其实不好 这时候你就直接要牌 一波带了 我 我觉得还是直接放外面 好 就吃菜就完了 吃菜你收六 收这么多牌 收五张牌 那边直接全打死了 没有必要 就是 这个让孟霍收牌了 断不断肠 其实没什么意义了 啥过去 就是你既然决定苦一波 你就不应该之前先出杀 你这杀子出杀的浪费了 幸好来连弩了 或者说你万一后面在苦路铁锁 怎么办 这打的还是有问题的 幸好来连弩了 来连弩了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很快的结束游戏了 杀过去了 你就自己刚才收牌了 反正就一波了 你没有后续了 诸葛亮什么牌吧 收到什么牌 倒是没什么好牌 有一张铁锁 除了一张铁锁 别的没什么用 就是大家用孙权黄盖 什么的这种 或者就是你牌多的组合的时候 你提前要自己想好怎么打 你可能 不过有的时候可能时间短 当然你就还是要提前想好 你要怎么打 不要出了半点再想后面怎么打 你就很可能有一些牌就出错了 看第四局 主持人玩家爱地叫死给天看 378去玩家赶紧他录像 这边选旁神双雄了 死给天看 但是天不让你死怎么办 看一看这局 这拍不错 亮山 加一马 其实我感觉前期加一马还挺好的 加一马的话 嘲讽低一点 直接就拆下家 什么意思 你就不作死了吗 想干嘛 简直是在作死 你叫搞也是搞上家 你搞下家不是作死 搞出个家许 看家许干不干他 还好不是大嘴 他如果是大嘴 他不会挂装备 结果杀出个恐龙 还好家许没激动 没直接兵恐龙 没直接怒了 你上来干我 我兵你 先杀了一刀李治 然后直接兵下家挂了个链链 好 下家被劈死了 看看是什么 让你不诬陷闪电 让你不诬陷闪电 你诬陷兵 这家许夫 化刀独裁被劈死了 河内不能自救 大家注意 所以他死了 这边既然这样就不要亮了 你反正三个群 对不对 你已经死了 你就后面再有群 你是野了 所以你就不要亮了 好 当然化刀 谁叫你自己自信的 你诬陷闪电 不就没这么多事了 你反正也不出牌 你就无限闪电就过了 得了 结果这1861一顿搞 对七八号位 跳群了 只有他是群 他才会对七八号位一顿搞 不然他去这么搞 干什么 你不是群 你这么搞 谁把你打群 这边看一下 我觉得我如果是双雄 我就去搞六号位 反正对不对 六号位你是群 我也是群 咱俩对吧 只有一个人能上群传 咱俩必定不可能一伙 对不对 所以我搞你 你搞你 我对不对 无论谁先亮 咱俩注定不能一伙 你给咱俩放出个注容了 这边这个人苦了 看见同家火攻一下 亮黑吧 因为他手里边留红防御 对不对 标错了 飞味 啥注容 反正是我我就搞186 反正他跟我肯定不一伙了 有乐 完全放 放就放了吧 当然是我 我可能不会放 可能留一下 虚报一下 这乐直接贴六号位脸上 他不可能跟你一伙了 你这不要贴八号位啊 你贴八号位 就是 就是这样 这六号位 他如果亮了 你就等于帮他帮群熊了 你也了 你知道吗 除非他不亮 你也不了 那甭管这么多了 既然乐了就乐了吧 把这边继续A出去 反正这个八号位 表示热的狗了 数他最倒霉 这种砍这个186啊 186肯定是群啊 你砍他吧 我去 都打了什么呀 你去砍这边干什么 你砍 哎呀 我去 这太菜了吧 他就为他 捡一码杀 这个恐龙 你直接杀 你下一家肯定是群啊 哎呀 想吧 你不砍 这边开始骂了 这下家肯定是群 你不砍 而且这边 庞德 刚才也是应该乐住机灵的 你跟他肯定不一伙的 你这乐也乐错了 因为你这样 你这样乐错的话 假如说群熊一波爆发 把这其他人都秒了 你要运气差点秒不了群熊 你很可能就输了 你知道吗 这边是乐住机灵是最好的 然后让这些人去打 你乐住机灵 让这些人去打群熊 把机灵打死 你这样求野 对不对 你求野以后 然后机灵死了 你一会找机会出来 他们都残血了 他们给你打打工 平均压血线 你出来爆一波 你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是一会儿控制不住了 当然了 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他们血线撑不起来 另外的话 华佗死了 倒不太担心 群熊血线的问题 他们好奇166 166也是群少年 都是你的都是我的 这个撸的 其实没什么卵用 而且还把机灵的手牌撸了 不过撸了也就撸了 反正他能给回去 好 连组开始干 准备干死猪肉 但是你要想清楚 你这个还有个暗将 暗将是有威胁的 暗将有可能是你们群熊的大嘴 是不是 或者说你们群熊的双头 都是有可能的 你要想清楚 这时候出来个大嘴 是不是你们傻了 出来个双头 是不是你们傻了 马上就出来了 运气不错 判了个黑 判了个黑 可以一会儿可以决斗假许 你不然的话 一会儿决斗不了假许 还好 说实话 这回合如果判个红 打不死假许 还有点麻烦 运气不错 带走了 他们看不出身份来 我觉得从我看出发录像 我觉得庞德和祝容 都没有看出来 几零跳的是群熊 就是通过录像 大家才是要学会 怎么判断身份 就有的时候 就是死一个群 不是说死一个群 就是死一个视力 然后外面亮两个视力 你和那外面亮着 两个同视力 你和他们一伙 其他人都不可能 跟你一伙了 你就不用想了 他爱是啥是啥 他都不可能跟你一伙了 对不对 我也做过这种录像 就有的就是 不是他也就是你也 就看你愿不愿意野 那天我还打了一局 就是 就我主动求野 有主要是我那把是吴国 然后外面有几个吴国 特别傻逼 我其实出来吴国又赢了 我不想带那几个人赢 然后后来我主动求野 我自己赢了 好了 今天视频坐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